第一年 亦都即是一百五十年前 英軍登陸香港正式開出了在這裏的靜民統治 是啊 按著中國人的習慣 送五和十的週年慶典一定會大致慶祝的 但是這次港府就低調處理 究竟這個日子對於港府有甚麼意義呢? 百年來香港又經歷過甚麼變化呢? 在這裏跟大家回顧一下 這裏是上環的水坑口街 街道兩旁 雙下臨立 家傳戶曉的大達地 隨著時代的變遷 已經變了一個商業中心 唯有水坑口街這一個英文名 佔領國一百五十年來都沒有變過 一百五十年前 即是1841年的1月26日 英軍就在這裏登陸 展開了英國的統治 佔領國這一個名就是這樣來的 上個月底是英國統治香港百五週年 但是港府就沒有任何的官式紀念活動 上兩次的五十和一百週年 港府亦都用較低調的方式處理 兩次都是有人提過 既然這個是香港的建設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但是站在中國人 就算是香港的華人 始終覺得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導 但是給了英國人佔領 我們中國人雖然在這裏住 最多也是什麼時候 都覺得不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 據知中國政府在四一年 國民黨的時期也都不想將這件事發展 甚至英國政府都不想的 因為到底這個是歷史上是一件不愉快的事 不過當日多份報章就有廣泛報道這個紀念性的日子 英國統治了香港差不多一百五十年 一些老香港又有什麼看法呢 唯一這家當然是我們英國人好 為什麼呢 好吃好吃 有錢給老人家洗 英遊給鄭芳你住 這樣好不好 這樣就算好 我們英軍那些當然好 我們中國人好 這家在香港呢 言論自由啊 人權亦都自由啊 那麼比起很多地方呢 都是好好的一點的 他現在統治百幾年了 由香港一個原本的兒村 而發展到現在 現在這麼繁盛的 在世界上 都是算一個有名堂的地方名 來的 香港是給了中國人 一個比較自由的發展的環境 那麼使得幾乎 香港是很多歷史學家 就認為在華人社會裏面 走向現代化最成功的地方 香港的環境 事實上在英國統治之下 再加上香港人的努力 使得香港由一個漁農業的社會 變成了一個世界重要的公貿和金融中心 可以說是經濟奇蹟 而港英政府的一些政策 也都頗為香港人接受 好像廢除中國傳統的 妹仔政策 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第八任港 港督軒尼茨對妹仔的制度很反感 於是決定廢除 但是就被當時有勢力的人士反對 最後 軒尼茨妥協 成立了保糧局 保護婦姻 免受欺壓 畢竟香港始終是殖民地 所以我們到處都可以見到 很多殖民地色彩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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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這些就是外國人才 才有的特權 也曾經在香港 出現過 swirling 1904年 有人是說 兩條山頂的法例 是禁止中國人 在ole próximo棲 七百尺以上的地方 盛息 包括各елен山上的地方 那麼這些是很顯示 法律上的百種人 或者是非華人所能夠享受的特權 正如中大歷史系系主任吳博士所說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將香港割讓給英國 是一段不光彩的歷史 而這百多年以來 香港亦都經歷過不少的巨變 其中最令老一代難忘的 首推在香港淪陷的三年零八個月了 你走到街上 走到一兩條街又有一個屍屍 你又走歪避就避開 這些大腿被人割了肉 為甚麼呢?被人吃東西 吃的當然是吃的 曾經為保衛香港而出生入死的退伍軍人 對當時的情景仍然是歷歷在目的 八號那天炸啟了機場 那時候要mobilize 即是動員 我們馬上派去我們所駐守的地點 在亞美洲第三炮隊底下的醫療 在江江那裡那個站那裡 那時候齊巴人都覺得沒有正面接觸那些敵人 因為四日後九龍新界淪陷 然後他就攻打香港 一隊日本人由赤柱大藤上岸 由黃叔坑去推進 那時候輪流派的人 看是甚麼人上車去撿死屍 待遇當然是呼喉喉喉 我都被他們找槍頭撞幾天 因為你撿東西撿得慢 那些日本人就不理你 就找槍頭撞你快出 這些烏鷹 還有那些血肉很難受 那真是很肉酸的 你怎麼撿得到手呢? 怕的 在台上 你沒辦法 都要油炒 那些被他撞過 兜心那些 很多人就直接找些 直接撞腳架 腳踢就有了 我都被他撞過一次 這個撞被他撞損了 和平之後 香港在各方面都有穩定的發展 香港的面貌和以前相比 有天淵之悲 感人的喜好 但香港亦經歷過不少令人難忘的歷史時刻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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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